各位同學,接下來要正式來定義 所謂機率側度 首先把機率公測化體系建立起來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COMOMO 關於機率側度 機率側度就是一種側度 這個側度跟一般的側度有一點不太一樣 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會一般的側度 我在the back 裡面 the back measure 上面 這個measure 呢 會滿足 主要的是第三個條件 但是它不會有第一跟第二條件 第一跟第二條件是把它限縮到 整個機率最大只是一 這個側度的最大只是一 例如說我們在估計這個 我們測出去就是在測量 我們測量這個教室有多大 我們不可能說這個教室 這個 我不可能說 我不可能說這個教室的這個大小 一定被某一個數值 限制 可以限制住 那你說可以 教室也可以限制住 但是你 譬如說哪一個星球 它的體積有多大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這個星球的 體積是你可以想像的 某一個數值就可以把它限制住 那特別是你怎麼拿1把它限制住 所以呢 這裡就做了一個假設 就是說 所有的可能性 它的側度 最大值 最大可能性就是1 那基本上 這個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機率值一定是正的 它不會小一點 那這個是大家可以理解 小等1事實際上 可以不用 可以不用請 只要你最大這個集合的機率是1 它一定是小的 所以有一些書上 它定義是只有 PA大1等於0 就可以了 F上面任何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 這集合的機率一定是大1等0 最大的集合的機率一定是1 最大的集合的機率一定是1 那空集合的機率一定是0 對不對 好 為什麼呢 是有第3個 所以有第1個 第2個 它不能得到這個 最大的空間 機率是1 不能夠得到空集合的機率是0 必須要通過第3個 第3個 第3個意思就是 AM的 是DISCHOR 是護次的集合 我把它連擊起來之後 我連擊之後的機率 等於我可以把機率分開算 然後再把它轉合 加起來 得到結果是一樣的 那請你注意到一個 條件就是必須要是DISCHOR 要護次 護次的才對 不護次是不對的 OK 所以呢 基本上 有第3個條件 我們就可以知道 因為S 交集 空集合 也空集合 OK 所以S呢 等於S連擊 空集合 所以它的機率 這等於S的機率 再加 空集合的機率 好 那這一消掉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得到 空集合的機率 就是 空集合的機率就是 空集合的機率就是 我這個 我這個 我沒有一次 我應該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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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空間的話 就 我應該用S 來表示它 OK 好 那你說 呃 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但是呢 假設我 A跟B 隨便兩個機 AB去F 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什麼 我們可以知道 A連擊 A 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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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加B 對不對 好 這我們常常看到 啊 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可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式子是對的呢 好 這我們常常看到對不對 好 你說A 這是A 這是B 那 A跟B的機率 就是A的機率 加上B的機率 再扣掉一次A 加B的 這是A加B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們要扣掉一次 因為 當我算A的時候 再加上B的時候 事實上中間 這塊是重複的 重複算了一次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算整個的機率的時候 必須要把中間的重複的再把它扣掉 好 但是這個為什麼呢 這個為什麼呢 事實上是因為這樣 我們剛剛講過 我會把A連擊B 寫成A再連擊 這個B 扣掉A 就是B 扣掉 B 交集A的伏擊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B交集A的伏擊 是B 交集A的伏擊 跟B 扣掉A是一樣的 這兩次一樣的 也就是在B裡面 但是不在A裡面 在A的伏擊裡面 就是表示不在A裡面 OK 這兩個集合 是一樣的 再來 A連擊他 而A呢 跟他的交集是什麼 是空集合 所以因此A連擊B 他的機率 就等於 跟B第三點 前面的第三點 A連擊B的機率 就是A的機率 再加上B 交集A的伏擊 的機率 因為 這兩個是 disjoint 所以這兩個連擊的機率 就可以把它寫成 這兩個個別的機率相加 所以我們最後只要證明什麼 證明這個 B交集A的伏擊的機率 是能B的機率扣掉 A交集B的機率 就可以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怎麼做呢 這個其實很簡單 這時候我們再把這個機率 做分合 什麼機率呢 B這個機率 這是B 這是B B可以做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他跟A的交集 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他跟A之外的交集 意思就是B 我可以把它寫成B交集A OK 再連擊B交集A的V OK 那這兩個機率呢 紅色跟橘色的 互相怎樣 互刺的 他們交集是空的 是互刺的 所以這兩個連擊 所以這兩個連緊起來 等於B 而這兩個用不適 所以這兩個集合 各別的機率呢 就等於B 的機率 好 那一下就出來了 所以這一下 所以 PB交集A的連擊 就等於B B 扣掉 PB交集A 的機率 好 我們就把它帶進來這邊 帶進來這邊 那就是PA B B OK 好 那我們就得到 這個我們常常用到的 這個式子 那由這個式子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一個 還不好玩的結果 這結果叫做什麼呢 我們把它叫做 Ferone 不等式 我們的 Ferone Equality 也就是說 不管你這個 A跟B這個集合是什麼 A跟B這個集合的交集 OK 它一定會 會怎麼樣 一定會 這個大於等於 PA 簡單講 假設 A的機率是0.95 B的機率也是0.95 那A跟B會同時發生 一定會大於等於 0.95 加0.95 再減加1 0.95 加0.95 1.9 1.9 減加1.0.9 所以表示這兩個同時發生 機率至少 會是0.9 這個不等式怎麼來呢 這個不等式就是我們剛證明的這個 我們常用的 這個等式而來 連擊等於這兩個集合的機率相加 連擊的機率等於兩個集合的機率相加 再勾到這兩個集合的交集的機率 那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這一下 不管任何任何的機率 我們用P1.0 都知道 它一定是小原1 所以這個呢 是小原1 那我們就出來了 我們把這個 PA加0.1 移到左邊去 把1 減到右邊去 就是這個我名的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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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的不等式 OK 好 好 OK OK